作詞聲 作曲 編曲 編曲 它的喉嚨在座翅的位置就全熟了 这个窗台石 刚才你都立刻轻轻来 你都没有用过力 就揭起了 这个手工问题不少的单位 面积接近380尺 位于码头各喜中 原定去年11月入伙 最终延迟至上个月才收楼 项目由立新和市区重建局发展 厨房是开放式 天黑的烟雾感应器 交楼时仍然还没装好 厨房的芯盘一试水 问题即时检认 打开厨柜 看到一滩水在 要留意清楚的位置 不要想着一摘水 这里一滩水 当然是去水下流水 我们要捐进去看 看到其实流水的位置 在盆背的满水喉底 一直滴下来 有时是它装上满水洞的 薄口薄得不好 流水的 就未必需要折胶 有时螺丝收好一些 胶圈的贴实一些就可以了 单位一房 中有曲尺形玻璃窗 窗台砖随时吓你一跳 看到它的砖有些不平的情况 是什么事 咦 还能够折起 其实它很明显是不硬的 现在就靠窗框边的 只能够折起它 其实刚才我去检查的窗 都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平时我们检查的时候 一定会踩上去 看看这些高位 踩上去的时候 已经感觉到有些少许动了 手工上有这么大的问题 可能和一般收楼执收工序 由高层单位做起有关 变相低层的单位 手工质量有机会比较抹股 气足楼高27层 全栋物件都用上玻璃墨墙 窗户又大又阔 但河目位于炮掌街 实际周围主要是旧楼 景观不是那么吸引 而墨墙框架亦都暗藏危机 这个角位 这个角窗 它是做了一个V字 平时那些通常是平的 通常都是一个直角 这个就是它这样设计 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它的角位都比较尖 如果有小朋友的话 不小心碰到它 可能真的会受伤 可能家长要加一些保护的胶 玉室手工问题也有多少 洗手盆存不出水 看到洗手盆的水塞在这里 试个储水锅 一点反应也没有 水塞 究竟发生什么事 拿开水塞看看 看看 它里面的储水杆 很短 其实那条储水杆应该大概 去到中间的位置 它上落的时候 即是我盖这个锅 它就用那条杆推起这个水塞 就可以正常运作 你一放下它的时候它会下来 但现在的锅短 根本完全碰不到水塞的脚 所以完全没有了它的功能 而盘底的隔气有虚位 水沿着空隙不断流下来 刚才我们看到洗手盆有流水 升盆有流水 还有一个流水位 在这个冲刺喉里 它这次就不是这个杂制的楼 整个杂制是干的 不过它那个喉搏入座翅的位置 就熟悉了 因为一验楼的时候一看 零零射射的地面有水 都心之不妙 浴室都有玻璃墨墙 但就没有生窗 有助彩光无助通风 估计是发展商为了赞尽豁免免职 没有考虑实际需要而设计 这个洗手间其实它对出是街 其实按照理这个窗是可以开的 但它又不是因为外面有公路 或者其他的噪音问题 就不像因为那些环平的结果 所以令到这里一定要做紧窗 第二样就是因为它做这么大的窗 其实刚刚对面就已经是一些单位 变成了那个业主在洗澡的时间 都一定要下楼 玉室有两道门是常见的设计 一道向房门好像吐翅一样 近天花设有门顶 不过安装位置不理想 起不到缓冲的作用 就这么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